说一下,反身动作四个能力,四个步骤,缺一不可 我觉得我定期出来缓一缓还挺好 我想要到外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打算 因为我觉得我上海课都忙不过来 我还要去接外地的课一天 一次去个三四天,我可能上海耽搁很多课程 但现在会觉得,哎呀,我好像需要 不要一直在上海待着 因为它会麻木 因为每天上课,下课 你就是每天都在一个单一的模式里面去做滚动 可能积极性会越来越少 所以就是偶尔到外地啊 可能去接受一些新的人啊 感受一下别的城市的一些热情啊 或者是说跟别的地区的一些无友去做一些交流啊 还挺开心的,还挺开心的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从下半年 今年才开始说 我可能可以去到外地去做一些集训 或者是一些特训课程啊 所以如果你们在其他城市的同学 但是前提条件是那个城市我想去啊 前提条件是有好吃的有好玩的啊 然后吸引我的那些城市啊 我会可能会考虑一下会考虑一下去到你们的城市做几天的训练啊 所以如果你们在某一个城市有一群啊 共同的一些无友或者是有一些机构或者俱乐部有一个团体啊 你们想需要我去到你们的城市去做一些授课的话 你们可以联系我啊 可以联系我如果我有时间然后时间安排的过来的话 或者是那个城市我比较想去顺便玩一下的话啊 可能会考虑到你的城市去溜达一圈 我觉得出来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模式 然后吸收一些别的文化啊 就是吸收一些别的一些故事啊 文化眼界啊 或者是一些经历啊 可以帮助我更好的去做我这个舞蹈或者是这一 以前就一直想的是 哎呀我课都排不过来啊 你不要叫我不要叫我不去不去不去 三天啊不行啊 我三天上海多少斤课啊 嗯现在的想法不一样 年纪大了啊 可能想要云游一下啊 可能稍微需要出去溜达溜达 好来我再说一下啊 哎这个灯光这个角度好像把我拉的还挺长的 虽然我穿的是一个很垮的毛衣 OK我再来说一下反身动作 你必须要按照我的步骤啊 必须按照我每一个说的元素 然后组合起来变成你一个完整的 所以我们不要去想啊 我只是初步了 就叫转身体初步就是反身动作 不是啊 这个是你可能眼睛看到的一个效果 我前进了一步 我转了身体 你以为它就是反身动作的技术和原理和元素基本功能吗 并不是啊 我们先要理解的是 主力腿的逢降机外到内 动力腿walk 当你压动主力腿的时候 动力腿的涨 全推动了吗 不可以啊 滚动完毕之后 我需要怎么样 就主力腿在行进的过程中 我们动力腿的脚后跟需要在地上做一个直线的滑行 然后踩中心 这个是walk里需要的基本功的步骤 当你每一个 虽然逢降机是一个元素 但是逢降机有很多技术 怎么压 什么时候压 压去哪里 这个你要学 walk 它只是迈一步上去吗 不是 它得主力腿驱动 动力腿滚动 滚动 滚动完 能直接迈了吗 不能 推动 滑行 最后怎么样 接受中心 这些都是你需要去学习的 你把基本功学得越细 你舞蹈的细腻程度和联贯性和平衡感觉越好 这个是绝对绝对绝对不会错的 它一定可以产生你的正比 正比例关系 所以你说我平衡力不好 为什么平衡力不好 一 你的基本功理解或者练习的不够细腻和专注 不够细腻和专注 它可能一个粗线条一滚动 它就踩下来了 它很不清楚的是 它完成这个蓄力和出腿动作以后 它不是直接到达的 它得有一段距离的滑行 这一段距离的滑行 才是我们产生移动量和连贯性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当我去走walk的时候 我滚动完脚以后 它需要去作用的是主力腿的推动 主力腿推动的时候 动力腿不是去踩重心 主力腿的推动是为了让动力腿产生滑行距离 然后才是接受中心 当你第二个步骤完成walk的时候 我要去考虑的是什么 是我的身体后背和我这个踩下来那条主力腿和主力边的外圈关系 我是否能让我的左后背超过我的右腿和右侧的共同重心 这个是第三个 第四个是当我后背产生力量的时候 我的头部是不是可以跟后背产生反向的凝转力 你要产生这四个步骤以后 你连贯起来走 你最后把它连贯起来的时候 你才知道这个动作连传起来它做的挺好看的 它做的很流畅 为什么 因为我步骤做的足够细致 我把所有的单一的技术做的足够极致 以及我的连贯性非常好 最后我跳出来的就是第一名 反身动作组第一名 你就是反身动作组最后一名 因为技术 谁越细 谁可能拿的分数就越高 但是这个细腻和细致程度 这个是需要通过时间去练习的 让它成为一个什么 规律 所有的主力腿你都知道 主力腿要初步和旋转 必用缝降机 缝降机把动力腿压出去的时候 动力腿滚动完必滑动 必产生头部的一个作用力 你把这个原理搞清楚 它的身体它都是一节一节连贯起来的 这一节驱动了这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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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咔咔咔咔 它一个力 它可能一个连贯 它最终形成的最后的动作的准确性就会高 准确性的轨道 所以我会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反身动作的这个技术 帮助调舞呈现的动作 你到底运用了多少 你不是说一个动作 我们用了四个元素 不是说我们所有的 十个动作用了四十个元素 不是的 十个动作可能只用了十个元素 因为元素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 你只需要把这些公式全部背下来 以惩罚口诀你先背下来 背下来以后我几成几 我问你你直接就答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功 每一个五种的基本功不是特别多 但是它反复就在使用风向机 反复在使用跟掌间滚动 反复在找到后背的内外圈 反复去找到头对应和反向凝转的力量 它就这几个规律 它可能基本功可能 为什么我说华尔兹 我记得华尔兹的基本功应该是 我在设计里面设计了八个 升级了七个也不知道到八个 在华尔兹的课包里 在华尔兹课包里有七个到八个的基本功 反复就在使用这几个基本功 你无非就是反身 无非就是摆当 无非就是胸腰 就这些规律 无非是右转的规律和左转的规律 就这些东西 它反复在使用 只是它的组合像不一样 它可能一和二和五组合了 二和四和七组合了 它组合像不一样 但是你把这些元素全部吃透 元素和基本功全部练习完毕之后 这个就是你的装备 你的基本功就是你的装备 当我要去抵御外敌的时候 我要去攻克它的时候 你只要知道 我什么样的敌人配什么样的枪 什么样的敌人配什么样的武器 就可以了 但是前提条件是 你的军库箱里具备所有 可以去抵御外敌的这些武器量 和准确的武器匹配 你要很清楚 这个所以就是一直告诉大家 基本功一定除了练以外 一定要细致和透彻的去练习 就是你分析敌情 你得分析的很清楚 我到底是丢手榴弹 还是步枪 还是冲锋枪 还是机关枪 还是AK47 你得把这个分析的很清楚 然后呢 但这些枪你的家里都有啊 你说我来了两千个两万个人 我只有一把步枪 那你怎么办 怎么打不用打了 逃跑 跑就行了 还能活条命 你跟人家拼不过 就没有用 就没有用 逃跑 36G走为上级 赶紧拿了卷铺盖走人 这个是最合适 这也是一个方式 这也是一个方式 所以告诉大家 虽然是在开玩笑 就告诉大家 就是基本功确实很重要 确实很重要 所以后跟大家再说一下 我们因为这一周就是明天 后天我就会在西安 做一个为期两天的集训 如果你现在看到我这一条直播 如果你在西安 或者西安附近的话 看看这周四 这周五 有没有时间可以到西安 来参加我们的为期两天的一个训练营 这边的课程 如果你想要来参加的话 因为昨天 有跟西安这边的一个课室的 两位福德老师 商量了一下 我们可能主要以 华尔茨 再让华尔茨 最清晰的原理给到大家一个快步的最好的一个训练方式 所以我们会把这一次的主题定在一次这一周的集训 没有关系 我们在12月的8号到10号 会在上海地区做一个年底的一个大嘉年华的一个活动 12月8号到10号 整个嘉年华的活动一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两天半的集训 也是特训营 这个特训营的时间会长一点 会有四次的大课 所以我们可能把几个舞种都涉及到 华尔兹Tangleway 华尔兹湖布和快步都可以涉及到 在上海的集训营 两天半 剩下的半天我们会进入到上海 就是我这边杨真英舞蹈艺术中心的年末圣典舞会 就是每一年的12月 我们都会在当地举行一个圣典舞会 那今年是可能我这边是最后一场集训和舞会 在12月的8号到10号 那舞会时间在10号下午 会在10号下午 我们会进入到一个盛典的舞会 苹果手机稍等一下 我好像有一个 我等一下教一下你们 等我把这个说完 我上次问了一下这个系统 好像在我另外一台手机里 你们稍等一下 我把上海这个说完 然后10号下午我们会进入到一个盛典舞会 是2点到6点 这个顺典舞会呢 我们会有一个中间有一个自由舞会的一个时间 大家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五种展示 这个五种展示是不额外收费的 如果你要参加单队表演 你要参加一队表演 单队的表演 你可能需要额外付费 如果你买了门票 门票之后 我们来参加展示 就是一起在一个舞池里边 多少队同学一起去做展示的话 是不额外收费的 所以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 第一可以来上海玩几天 玩个一到两天 然后看看上海的 上海的舞蹈国标舞的场所 或者国标舞的跳舞人员是什么样的 然后去外滩可以走走 然后去人民广场溜溜 然后去城隍庙拜拜 可以到上海来玩几天 上海12月份应该 根据上海这个天气 应该不会特别特别冷 不会特别特别冷 上海因为南方嘛 不会特别特别冷 然后可以实体来看一下我 看看没有见过我的同学 看看我到底是多少斤 到底是胖的还是瘦的 到底多少岁 看看镜头前的我 跟我实际的我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当我戴着口罩的时候 和不戴口罩的时候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所以来上海可以做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规划 玩几天上几天课 然后参加一个舞会 然后我们在12月10号 舞会完成以后 你们可以跟我一起 我们进入到一个迎新的 一个晚宴 临街2024年 迎接2024年的一个晚宴 我会大家准备好了一个 盛大的一个晚宴 选择了一个餐厅 然后所以我们整个上海的 12月8号到10号是三个活动 集训活动 舞会活动和迎新晚宴